先讲一下 因为现在硬体应该大家很有需求 可能再过一阵子 你们就会有iPad 那除此之外 其实我们在远距教学设备里面 老师在学校或在家里上远距课最重要的那一个设备 其实有两个东西 第一个是 各位看一下 第一个一定是我个人觉得一定是麦克风 麦克风声音清楚很重要 为什么说很重要 我想你应该开过视讯会议 那那个会议的声音 或者你在远距跟小朋友在讲话的时候 如果声音不清楚 你会觉得这个后面整个都烂掉了 你也不会想继续上课 也不会想继续听 因为杂音很多 然后收不清楚 然后如果你要买好一点的麦克风又很贵 对不对 那个会议用的有自动消除背景 噪音跟回音的那种 长得像八爪章鱼的那一种麦克风 或长得像一个圆盘那个麦克风 那个一个就要 这个应该都三四千块起票 三四千块起票 好 那所以我们在学校 阿浦主任没有帮各位申请经费 没有这些设备之前 如果你要自己准备 我会建议类似这一种 我不是在卖东西的 这个 这个是淘宝上面的 所以你 我会你如果自己去买 我会建议你挑电容式的麦克风 那电容式的麦克风 它的好处就是收音非常的灵敏 非常的清楚 然后现在呢 现在这种麦克风也有内建 一建可以消除背景噪音 它有AI 有晶片在里面 那所以你那个背景的那些杂音 它就在录之前就自动帮你消除掉 那这样子一支 买回来才含运费大概七百多块 你台湾自己买的话大概一千五百左右 就双倍左右的价格 这是第一个我觉得 就是远距的部分声音最重要 收音要很清楚 那如果你用笔电收音 那个声音很小声 会听不太清楚 然后第二个呢 就是这个东西 尤其如果你是 资讯能力不怎么好的老师 你只要有一个实物投影机 你就可以解决你的大部分的教学 为什么 如果在班上 你如果你是在班上跟学生家里远距的 你就把这个照黑板 你就一样在黑板上操作上课 对不对 那如果你在家里呢 没有黑板 就照桌子 你就拿个笔记本在上面直接写 一样可以做教学 你就不用太需要 就不太需要什么太多的一些 什么数位白板的技巧啊什么 要了解一堆软体就不需要 你就一样纸笔教学 好 所以这两个是最推荐老师的设备 那目前 在老师的那个远距教学的群组里面 我们最推荐的其实是有两家 一家是这一家 IP-EVO 然后另外一家是杰达的 杰达有一个 折起来就像卡片大小 这样子 然后张开来就跟这个蛮类似的 他这个都有很多个自由度 然后也可以转 所以不管你当食物投影机 你在比如说批改作业 给学生看 或是你在实际操作一些物件 甚至你在上什么自然课 那个 一些很细微的操作 看叶子的叶脉啊等等等 学生都可以非常方便 而且看得很清楚 所以这两个东西是远距教学里面 最重要的设备 所以不管学校有没有给你 我觉得你自己应该要准备一个 因为这样子上课会比较清楚 好那 再来就是多的 就是领有多余的财力的话 因为你会发现如果你 你不是用刚刚那个纸笔的方式 在操作的时候 你在电脑上面 有时候你要写字对不对 滑鼠在那边写那个字丑不拉击 应该没有人可以用滑鼠把字写得很漂亮吧 好那所以你就可能会要去买一个叫做熟写版 那熟写版的话我会建议不要买这么大 这这么大的比较偏向画图用 就买一半尺寸大概8寸的 好带好写好用 然后当然我也是淘宝买的这一片买回来 那个我有买过好几好几片 好那个8寸的一片差不多600块 好那很好用 他已经是画图等级的 他有那个压力感应 所以笔记可以有粗细 好那国内其实最少说两三千块 这个叫熟写版或绘图版 也是蛮推荐的 好那当然你再更有钱一点 你说那个熟写版 你在写的时候 你是看不到你写的样子 你要看荧幕对不对 所以你眼睛看荧幕 然后手在那边写会有一点落差 你要习惯那个感觉对不对 如果不习惯这种感觉的你怎么办 就是刚刚讲那个 那个叫做触控液晶荧幕 触控液晶荧幕 那这个是等于说它是一个外接荧幕 然后它又是一个触控版 所以你在写的时候是直接在上面 可以看到你写的东西 那它上面就是你的电脑的画面 好那这也是一样就是 如果你买国内的最少好像都要 五千多以上 好那如果你是上那个ViewSonic送的那一片 阿普主任有那一片一万块 一万零几百 那淘宝买的三千块 然后 然后它有一点小差别就是 如果你的笔电设备有资源那个一线通 好就是接一条Type-C线 它就是接这条线 它就可以直接变荧幕跟触控板 那如果你没有资源一线通的 你的笔电是比较旧型的 你就要接三条线 一条HDMI 一条电源 还有一条是USB的 可以让它有触控的 你要接三条线 所以如果你们各位自己去抛的时候呢 就是要找那个一线通 当然你的笔电要有这样的功能 它没有的话就是要接三条线 那淘宝买的三千块 三千块 三千块它是写什么轻瑕疵 但是我买回来到现在我都找不到它的瑕疵在哪里 所以真的是蛮超值的 当然品质也会有点差异 好那所以这个后面如果等一下 各位如果要试的话 这个可以直接拿去 这个手切板是直接插上去就可以用 它不用驱动 它笔在里面 然后这个呢 除非你们有带笔电 有那个小的Type-C的孔 插上去 要看你的笔电有没有支援 我这一台有支援 等一下最后可以试给各位看一下 那所以大概硬体的设备的需求 如果你想要你的教学品质好一点的话 这两个是最需要 这个就再看看吧 那刚刚讲那个触控板 那个8寸的也是600块而已 这个大片的也是差不多1000块而已 所以你会发现 Alpha都很便宜 但是国内都很贵 这是硬体的部分 我把画面切一下